哇 超出幸福 超出快乐 我上课中生习 皮诺市长林亚纯 今天以小学生装扮敲上罗绳 宣布长辈幸福学堂正式开学 先到教室里面 要来参观导览单内上课的教室 超过百名音发学员 背着红色书包 进到位于皮诺市中区里 联合办公室的教室参观 并选出班长与副班长 协助班务的进行 敬礼 皮诺市长辈幸福学堂 共分为上下两学期 林亚纯表示 第一学期开放选课就场场爆满 下学期预计规划 更多课程提供选择 她说照顾长辈政策 不应只是事后的补偿 而是要事前的预防 设立长辈幸福学堂 提供丰富课程和健康管理等服务 让长辈有幸福的学习空间 升级表演舞台 降低失能失职的发生率 有些长辈其实都会窝在家里 那没事他就窝在家里看电视 那可能也甚至能找出来运动 那所以我们希望长辈走出来 那透过活动 我们会带他们去做 早上就像又做早操 然后中午可能加一局共餐 那或者是会带他们到户外 像我们的智慧3C 就会到户外去拍摄 那这样其实就有运动到 那主要就是说让长辈也认识更多的朋友 在联谊上会更快乐 长辈幸福学堂课程规划多元 包括智慧3C教学 长辈时尚创意走秀 家庭水电简易维修 木衣DIY等多元课程 提供长者照护 脑力训练课程 手工艺课程 健康管理讲座 及长辈乐游活动 报名参加的银法学员都期待能收获满满 89岁 我参加木议来学习 艺术方面也来造就一下看看 这样生活也比较不会无聊 对啦 对啦 我觉得英语讲好 有什么意义 经过一些老人的 有时候走的地方 现在我们都是65岁 以上的法定的老人 可是我们不能输给我们的下下一代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来这边去 报名三西的这个动机 希望我以后能够赢过 我三岁的孙女 林亚纯今天也介绍几位授课老师 还提名学院们要专心聆听 千万别记错老师走错教室 并带着学员们认识学堂周边环境 最后则是进行联谊餐会 享用华州公家学生所准备的精致餐点 圆满结束幸福学堂开学典礼 评论新闻张如荫刘建荣采访报道 幸福学堂快乐开学赞 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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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学堂